北约又来搞事 因为这件事 所以普丁很生气 蔡博士北约现在 他们在演习 然后他们还制定了五条 这叫陆地走廊 这走廊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俄罗斯真的打过来 我美军要从哪边登陆 补籍要从哪边 这五条路线 北边从挪威 从荷兰 从意大利 或从希腊来 这些路线还讲说 军队可以不受常规限制 可以自由的运输物资 但我就问 铁路被打断了 之后怎么运呢 好先不要说这个 那再来最近在做这个演习 这个演习呢 Defender Defender演习呢 其实它是一个固定的演习 那它就是模拟呢 我北约成员国 真的有人被攻击了 好我现在要实施呢 我们的这个第五条款 美国驻北约的官方代表团就发文 他说现在这场演习 我们美国很重视哦 我们1.7万名美军来参加 20多个盟友 2.3万名士兵 好这一次的演习内容包含了 军刀打击 立即反应快速反应 呼应北约坚定捍卫者的军演 但是很多人都在说 真的出事了 美国真的会来吗 美国来更好啊 为什么 我刚才不是一开始讲说 地内薄荷 东岸跟西岸 在二次大战 八十年前的六月 两军对峙 你今天美国调来的地面部队 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陆战队 你人数 或者数量 当然啦 不如当年的德国纳粹军队 那你的武器的高科技水平 的确会比当年的纳粹军队更高 可是你现在面对了俄罗斯军队 也不是当年那个科技水平 比较低落的俄罗斯军队 而且何况如果说大家要来比赛战场 核子攻击的话 你有赢的机会吗 没有 因为前段时间美国才发布说 他们手上的战术核主器 大概200枚到250枚 俄罗斯多少 2000枚到2500枚 我就不晓得 美国的地面部队怎么活着回去 美军从哪里来这五条路线 美军来很远 他绕很远才到得了 你有这么多部队吗 我假设他有这么多部队 你欧洲的部队全部动员 第一个你跟俄国宣战 我宣战就不一样了 那个路我们随便统计一下 陆军的地面部队 这个最多的是哪里 是法国有7万人 然后德国有2万人 加成9万 那美军在凑多少 其他的不堪用嘛 对 法国会全部出兵嘛 不留点看家嘛 德国不留看家的嘛 出兵不是你想的嘛 我是说一下 我口袋里都能盗在你 没有啦 好吧 你能够成兵多少 不要说啊 地内部东岸如果要跟北约打的话 他大概弄个50万100万不是问题 你凑不到这个数字啊 而且每一个部队都有足够的武器啊 再讲说好吧 你丢我核子弹 我丢你核子弹 你200颗通丢完了 他2000颗通丢下去 你美国军队还活的吗 这个现实问题嘛 我整个讲解叫bluff 在护烂了 就是在绣肌肉嘛 你看这一块 你看这一块 你绣要绣真的吗 绣AI滑出来 你有武器 我就绣一下我的战略这样 我的圆兵我的美军怎么来 我给你讲 搞大战略里面很多诈数 我回到前面讲罗曼蒂 你们看过很多电影吧 对 第一队 第一队 美国部队在英国 又唱跳歌 又唱有上酒吧 但是活活等了一年 他为什么等一年 早就可以登陆了 他要等俄罗斯把德国打得差不多了 部队也来不了了 他才上的 我们检讨整个一十大战 二十大战 美国战略是很高明 都不出手 等你们打得差不多了 一半相争都没气 他上来了 对 感觉都有参加 他割稻草 割稻草 这个罗曼蒂登陆史上 比俄罗斯史上草太多了 俄罗斯很惨 史达林格勒 列宁格勒 莫斯科会战 三个会战是多少 还有库斯科会战 对啊 所以朱可夫后来反攻 已经快打到什么德国本土了 美国这边才登陆 对 我们跟中日抗战 打了好几年 打了四年 美国还在支持日本 对 没错 不炸珍珠港 他还不翻脸 对 所以刚刚将军讲了 回头翻翻历史 就知道美国人在想什么 所以也难怪 泽伦斯基会一再的 美国你记得吗 你们当初北约 你们怎么保卫欧洲自由的 来保卫我的乌克兰 但是想必泽伦斯基还在做他的梦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最近美国也是这样的 来菲律宾你再去闹闹中国吧 所以菲律宾倒现在还在闹 闹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令章军 菲律宾对搁浅仁爱交马德雷三号 在进行空头补给 那中国海警 你这样一直闹对不对 好 那你的补给也别拿了 那菲律宾据说呢 船上有两名人员啊 居然拿着枪指着中国海警 这个可是随时会擦枪走火的 所以毛宁就说啊 菲律宾你不要再制造事端 甚至呢就有这个 在抖音热搜啊 里面都会看得到啊 连渔网都被拿走了 他说新华社还公布了影像 飞机在马德雷三号的人员 非法破坏大陆渔民的渔网 5月15号开始已经发生很多次 超过两千尺的渔网被破坏切割 但是呢 今日的中国也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但是今日的菲律宾啊 怎么还在搞这些 所以现在呢 中国也硬起来了 好 我之前是海警对不对 接下来我要正式来演习了 所以呢 菲律宾两艘海警船啊 在监控 为什么呢 他说我在搜集啊 中国在仙兵礁填海造陆 以这个为理由 然后呢就在仙兵礁在那边待了50多天 形成了一个军事化坐摊 好 中国大陆就怒了 所以呢 现在据说中国海警呢 就结合了海上民兵 好 44船部的这个铁桶镇 包围两艘菲律宾船 就是说44打2啦 那中国海警呢 新规定是6月15号生效 那北京会不会下个礼拜就要再出众手呢 你怎么看这局的菲律宾 这个中国海警新规定 是他们自己形成的一个法律 叫做海警3号 这规定 这个法规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 只要是在我中国的领海范围之内 我有权 我的海警有权登船做检查 还有查扣人员 如果你在我的领海里面违法 那现在大家要知道 这个规定的这个严重性在哪里 它现在甚至于我们台海 都有受到严重的影响 因为我们台海 还有菲律宾南海那边 这个中控解放军来讲 他认为那个是他的领海 所以他在海警 有了法规的依据以后 他就可以对你来讲 你如果在这边做违法的捕鱼 他认为说 你到我的领海上面来做捕鱼 或者是违法的走私 我可以临船检查 甚至扣押你人员 这个规定是在6月15号生效 也就是说6月15号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我特别要回到 就是香格里达会谈的时候 这个中非两国 他跟小马克思讲什么 董君跟小马克思讲说 我们中国对南海问题 我们一向非常的克制 但是我们在克制 我们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也就是说准备要动手了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尤其是最近的 发布的几张照片 第一个就是说 上面我们看到 就是说菲律宾的 这种马德雷3号的海警 这个枪指责海警 非常的不客气 其实这个动作 是谁发布这个影片 是中国海警发布的 他就是要 已经要团结全中国人民的 这种共识 再加上说是他发布 说是你这个海警船 菲律宾的海警船 去割断我们渔民的渔网 其实这些 发布这些讯息的目的 我想说最主要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作战罪 你一定要师出有名 当我要动手之前 我一定要让我结合 我全国的民众的 想法观念一致 就是大家愿意去打这场仗 大家愿意共同来 为菲律宾来 共同来斗争 所以我觉得解放军 发布这个影片 再加上董军讲那个话 我觉得菲律宾 现在小马可是 真的是要刹列弹 他要不要再继续 这边闹下去 所以方方面面 等于是中国 也已经在收政了 中国摆在姿态 老子已经人尽一致了 现在下面有招 我可以教你 我在美国学过一个 叫低强度作战 什么叫低强度呢 你不是隔了我的渔网吗 我拿武装渔民 武装渔民是怎么来的 我们不必查 跟云南那个国干部队一样 对不对 特种部队化妆成渔民 上马德雷号 把你那八个船员绑架 送回中国大陆法院 赔偿我渔网 对 赔偿我渔网 中国大陆现在极度想 极度想避免的是什么 我大国向小国动手轻蔑 对 是 那你要避免这个的话 就是我讲的 非强度的这个作战 可不可以搞 当然可以搞 全世界都有雇佣兵嘛 我还不用雇佣兵 我说被割的渔船的船长 带着这个渔民 把你那个破船 那八个很容易拿下来 拿下来交回广东的法院 提起诉讼 监禁 不用升级到国与国 不升级 就地方跟地方 就是赔渔网嘛 你什么时候 菲律宾拿足够的钱 赔完渔网 那我再送遣返 在遣返中间这条空船 随便用点低强度的炸药 弄下货 这就没了 所以让军顶了一个 战术很高的方法 对 方法很多嘛 像是渔民干的 不是我海军部队干的 渔民被破坏了很生气 要求赔偿嘛 打民事官司嘛 每次讲到 要怎么搞掉这马德雷才好 我知道聊天室 大家又开始在留言了 欢迎大家聊天室 多多留言 记得帮我们按赞应援 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帮我们订阅起来 不过话说了这么多 你会发现 美国在哪里 美国在这里 美国干嘛呢 这双方军厂长的 火力前推嘛 来 你缺什么 我通通送给你 菲律宾没问题 我们来一起侦查 我们来看看中国在做什么 所以呢 MQ-9死神无人机来了 他说在菲律宾的 这个巴塞空军基地啊 现在轮替部署 执行任务 提供监察跟监控 简单来说啦 来菲律宾你借我个空军基地啦 我这边我要来看一下 看一下中国 最近中国大陆怎么部署的 然后呢 之前说的提风系统也来了 美军在旅宋岛北部 部署的提风中程导弹系统 据说射程啊 是讲的很威 涵盖中国大半领土 但是真的敢用吗 反正呢 美国就是出一张嘴而已 好 但是现在呢 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确 最近的这个新式武器 是越来越多了 导播 我们来看一下 陆基歼35 未来的中国大陆的空战 是否在升级啊 这个栗将军 中国大陆就说现在在 研制歼35隐形战机的陆基版 就是最近啊 因为出现了这张照片 所以大家在猜是不是 因为现在大家说空军的三舰客 中国大陆空军三舰客 第一歼20 他隐身嘛 他可以来踹门嘛 再来呢 歼16 他是炸弹卡车嘛 他是对地对海攻击作战的主力 再来呢 单发型的歼10C 虽然载重小 可是呢 出动的速度很快 但缺点就是 他没有隐身 他出来很容易被看见 如果说增加了陆基型35的话 是否隐身技术优势就来了 而且中国大陆造飞机跟造船一样 他CP值非常的高 据说歼35呢 他是用3D打印技术 他的结构 他可以减重五分之一 他的寿命可以增加三分之一 未来会不会有空军的中型隐身旅 可以进行超视距攻击呢 我特别说原来FC31 他的FC就是Fight China 31原来就是最早研发的就是 以陆基型为主 但是后来发现说 这个海军来讲的话 他是歼10V 他没有隐身战斗机 那就把这个FC31 改成这个海军版的 航母上面起飞的战机 那现在来讲的话 我觉得说陆基来讲 他也觉得说这个FC31 不管在各种性能上面 或者是作战的需求上面 他可以跟三剑客搭配在一起 用歼20去踹门 但歼20他只能扮演踹门的角色 因为他这个飞胎不能外挂 他外挂就变成野兽模式 就是我不需要隐身了 我可以挂很多 但你要隐身的话 你的飞胎就要藏在肚子里面 那第二个他是用这个 我们讲的歼16 歼16等于是炸战卡车 他有12个挂架 可以带好几顿的炸药 那实施攻击 那歼10来讲的话 比照我们 大概就是我们的F16战机 或者是说幻象2000这一类的 他属于空U型的 空战型的飞机 那如果说是再有一个 隐身版的中型的 这个陆基型战机来讲的话 对这个作战的能力 当然会提高很多 那我们特别来比较一下 就是他这次来讲 他展现出来 给这个军迷拍到的照片 他差别在哪里 应该确定是陆基型的没错 第一个它的轮子前轮 前轮起落架来讲的话 海军版它为了配合它的 电磁弹射 所以它用两个轮子 因为它那个力量要够大 你用弹弓弹出去 那个力量多大 所以你那个前轮支架 就必须要比较重 所以才能够支撑它电磁弹射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它的翅膀 这个翅膀大跟小差很多 翅膀越小的话 其实飞机可以飞得越快 翅膀越大来讲的话 它飞机飞得慢 但是飞得慢 但是它翅膀大来讲的话 它的优点是什么 它的升力够 所以说它是配合它的升力来讲的话 那在航母上面起飞来讲的话 我必须要有比较大的升力 因为我毕竟跑到甲板比较短 那我降落的时候 也必须要有比较好的操控力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这个翅膀要做得比较大 所以我们看美军来讲的话 我们Top Gun大家还记得汉卫战士那部电影吗 这个F14熊猫战机 它翅膀会变化的 会收回来脏出去 它降落的时候翅膀就脏开来 就是提供它脏力 另外来讲的话 它富翼 我们那个小相片里面 你也看得到 富翼跟金翼不同 什么地方叫做金翼呢 我想你坐飞机的时候你就看到 在这个飞机翅膀旁边 你看它降落要起飞的时候 你看它旁边啊放下来 是说这个部分吗 不是 翅膀 下面这边 组翅膀的尾巴 边缘 边缘 边缘这边 最尾巴的后边那边 你坐飞机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要放下来 放下来以后 它我起飞的时候 可以提高它的升力 可以很快起飞 然后要降落的时候 我也可以有这个升力 大家要知道飞机来讲 你如果说速度不够 你就很容易 失速就掉下来了 那必须要比较高的升力 所以它这次来讲的话 当然你提高升力来讲 你还有精翼 精翼就是飞机这个变化的 在这个翅膀的最尾端 它那个上下左右变化 那个叫精翼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陆基型的 它有这些改变 还有尾巴会不一样 尾巴为什么呢 就是海基板的话 它必须要有挂钩 我降落的时候 要有那个钩子去 拉住拦阻锁 所以那我陆基板 就不需要有这些东西 但陆基板的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以 这个速度比较快 飞的速度更快 我翅膀做小一点 那我可以用跑道来起飞 起降来讲的话 我胜利可以 受胜利的影响 会考虑的因素比较少一点 那我速度可以加快 那我的载弹量可以比较多 那我知道美军来讲的话 他们F-35也是这种设计的 它不管是设计在 这个陆军使用的 它也是这种理念 就是我用跑道起飞 我可以飞得比较远 我可以带的量比较大 但是海军这个航母 如果他们起飞的 它可能就注重在它的胜利 那陆战队是垂直起降的 它的耗油量就很大 它中间还要挖个肚子 用升降机 所以我觉得陆基板的 这个歼35是必然成型的 另外陆基板还有一个优点 你知道它准备怎么用 它除了自己空军要用以外 它要外销 外销 对它海基板 大概其他的这些中东 比如说巴基斯坦 或者现在对尖35有兴趣的 这些中东国家 买不到尖35的 他们没有航空母舰 买不到F35的就可以来考虑了 对买不到F35 或者是说受美国限制的 或者是说我国家 我没有航空母舰 我不需要去买到尖35 但是我又希望有隐身式战机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然后这个 中国大陆的战机就是 尖35CP值很高嘛 这个价格便宜 货供应量又好用 对不对 然后维修也同时有保障 那也有搭配的武器系统 所以我觉得它陆基板的 除了它空军自己可以用之外 我觉得最主要是 它准备要做外销来使用 那如果外销来讲的话 当然你一个国家 如果买整个武器系统的话 你不是光买这架飞机 你包括后续的维修 人员保养 武器系统 整个都可以进去 尤其是当这个势力 就可以进入中东地区 我觉得未来来讲的话 那陆基型的尖35 是以外销为优先的考量 所以难怪美国最近 这么担心 如果中东跟中国大陆 关系越来越好该怎么办 原来美国想的就是这个 我就很怕大陆的军火 卖到中东去 美国的小心思 但是不得不说 中国大陆包含了 在军火外销也好 还有在自己的作战能力提升也好 都一大的升级 我们看到万顿大区像是下水饺一样 美国怕死了 来请教帅将军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 055B 进行了改造 那其实重点改造 我想要谈论的是 有关于它可以搭载的 鸿旗26跟鸿旗29 因为解放军 之前有曝光过一枚 毕生号的实验舰发射的导弹 大家就在想 这会不会是鸿旗26呢 因为它下半部是黑的 然后上半部是白的 大家称之为熊猫弹 那这个熊猫弹呢 是中国大陆沿方的 海基反导拦截飞弹 简单来说的 它就是去拦这个 末端拦截飞弹的 它的射高大概是25000米 有效射程是70公里 因为它体积很大 所以最理想的部署平台 就是055B的这个驱逐舰 大陆的海军 是不是也不断的在升级 它不是讲升级 是看了俄罗斯的大船 被人家翻箭飞弹干沉掉了 当然想到自己的安危了 但是你要容纳这个鸿旗26 船不够大 这个底不够深 这么大一个飞弹 你船小怎么装 它要藏在船服里面 它说它垂直发射系统 是深度 9公尺 9公尺你想想看 这个飞弹起码有8公尺 好 这个飞弹要打这么远 要速度这么高 因为来的飞机也好 飞弹也好 都是几马赫的 所以它的推力要比较大 所以它下半截黑的 可能是比较粗 它的推力 就是飞弹还没有到天上之前 先把很大的力量推上去 达到初速了 后半截的固体燃料再加速 听说它的射程跟精度 比美国的标三标六还好 这问题就是说 它考虑到了 我航母也怕人家的飞弹 我大驱也怕人家的反舰飞弹 因为人家一个飞弹 小小一个数字 换掉你多少亿的大船 还有人命 所以这个改革是必然的 我觉得一定是受到俄罗斯的启示 俄罗斯什么上将号 什么大船 濒铃铛就被干掉 而且被无人机就干掉 对 无人机是干不掉军舰 但是 会造成伤害 被反舰飞弹容易打 因为无人机对这种有甲板的大船 是没什么用处 除非那个自杀无人机很大 所以这个改革呢 让055大区多了一层安全保障 我补充一下帅将军 就是055B 它除了在反舰的功能上面 强化很多之外 它特别装那种大型的 就是红旗26是可以拦截什么 洲际导弹的 它等于是飙山可以拦截洲际导弹 它是神盾的任务 虽然说 它在船上装的数量没那么多 大概几枚而已 因为你从112 那个大部分都是反舰导弹的多 然后增加到128 有反舰导弹 但是空出来的位置 都是给红旗26 等于相当于飙山 但是可能比飙山更进步 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洲际导弹 这等于防疫整个大陆用的很有帮助 还有红旗29 它相当于我们的爱国者 增程型爱国者三型的飞弹 它把爱国者的飞弹装到船上去 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 不怕你来好不好 我都做好万全准备了 他这个想法是跟美国人一样 美国怕人家攻击他 他有伯克局 他就在太平洋拦一次 他的近岸又拦一次 关岛又拦一次 到他沿岸又拦一次 就是说争取多次拦截的 总有一天拦到 对 就层层的防护 对 这是于北辰的说法 三成 那几率乘以三 几率有没有不知道 至少是三成 210% 一半打不动还三半 红旗六他很猛 但是重点是 你要打目标 你要打得准 怎么打呢 来他的导航就厉害了 他有惯性导航 然后中段北斗 末段是这个红外线成像的 复合制导系统 所以他就要确保 他可以锁定 在这个目标实现精准打击 立当局还要补充吗 我觉得特别在意的是 他具有中段拦截的一种能力 就是我们讲说 飞弹来讲 如果说是我们飞弹起飞来讲 出身段 那时候你不晓得敌人 什么时候飞弹要上来 我不晓得 那时候要去拦截他 他不容易 但是末端来讲的话 他速度下来很快 最好拦截的时间是什么 是中段距离拦截 但中段距离你可能会比较远 我觉得这红旗26部署 在055B上面 很可能就是我们帅将军 刚刚所讲的那种理念 就是我增加我的防卫的众生 他不只是可以防卫我的航母 我甚至于我本土的防卫也很重要 那现在来讲 我们刚刚看 菲律云不是部署了 这个战斧型巡弋导弹吗 提风系统 他如果说你看看 这条055大区 他开到这个南海的中央来讲的话 那你要攻击我 这个不管是郑州 重庆 这些城市来讲的话 我在半途就把你拦截掉 红旗就直接发射了 我055大区就停在海上 我不需要等你这个飞弹 飞到我的国土以后 我的飞弹才起飞 我用军舰 我在中途就给你拦截掉 那现在来讲的话 你要做到这个有几个技术 第一个就是说你怎么识别 怎么抓到那颗 这个空中的巡弋飞弹 或者弹道飞弹 所以中程拦截就很重要 第一个靠卫星 第二个靠末端来讲 它靠红外线来辨识 因为你飞弹在飞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热度 有热度 空气摩擦会有热 那个时候末端是用红外线 或者是用AI影像来辨识 说这个是一个导弹 那出身段来讲的话 我可以利用卫星告诉他说 你用冠性导航陀螺仪 要你朝那个方向打过去 所以它整个拦截过程之中 我觉得比较 这个展现出来是 它可以做中段拦截 这个意义上面就比较大 我觉得这是展现055B 尤其是展现红旗26 是不是就针对美军的 不管它在关岛 部署你的战斧飞弹 或日本部署战斧飞弹 或者你在菲律宾 部署提风系统 都代表我可以在海上 就把你拦截掉 这是算计常讲 一物客一物嘛 来了 中国不是只有东风 还有红旗 这个观念很简单 当初055大趋势 航母的带到护卫 护卫整个船团的 它现在换了一个飞弹 它连大陆本土都可以护 就多一层保障 这就是美国所谓 伯克级的观念是一样 就同样一条船 任务两重了 护航母又护本土 这两个人 所以中国大陆的战略 真的是大大升级了 而且未来 就是因为现在 你知道科技很发达 来请教蔡博士 现在说打飞弹 也不一定说 要靠这种飞弹拦截 还可以用一种叫做雷射 最近就说这个实验室 中国大陆有高能量的 雷射反导系统 一秒可以烧穿飞弹的 防热涂层 一两年前 我们在聊的时候 还在讲 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功率 这个电力够不够猛 能不能支援 据说中国大陆 好像有一些突破了 高功率雷射能量迅速聚焦 不然怎么一秒把它打爆 再来精确的光速控制 你要非常快速的时间 你要锁定它 然后可以照在你想要的位置 第三 这种雷射一定会非常的烫 所以它有一个高效率的冷却系统 却把这个雷射在高功率输出的时候 还可以运作高效拦截来袭的导弹 CP值又很高 传统的武器技术的观念是说 我把热能放在一个硬体里面 现在是观念是 我直接把热能可以往外推送 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任何运载的炮弹 现在大家都希望能够发展出 这个雷射炮或者电磁炮 我个人判断 现在可能都还不成熟 但是如果会突破 应该中国大陆会先突破 理由很简单 因为它电磁最发达 电磁做得最好 因为你在战场上去不可能拉一条很重的输配电线 对 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可是电磁炮也好 雷射炮也好 偏偏就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用大量的电 是的 很大量的电 这比那个什么 比那个航空母舰上 那个电磁弹射用的量更大 那更大 所以 而且你不能光发一个炮以后就没了 要不断的能够一直往外送 对啊 不能只打这一秒 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电磁炮的供电 或者电磁炮的动能 或者雷射炮的动能 大家都在比赛 看美国前段时间发展了一个 一个什么 朱 Авacter 朱姆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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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是他们认为有机会把这个电磁炮给发展出来 所以留个空间装电磁炮 后来电磁炮没弄出来 朱姆瓦特兽炮已经做 già已经做出来了 那个原来的空间之后 就搞个什么 货柜行导弹发射机 朱姆瓦特iskt 真的很搞笑 对 就很搞笑 他那個炮 你知道他一個炮彈多少錢 炮彈 不是飛彈 一百多萬美金 他那個炮彈 就是你看他前面有兩個 有個蓋子蓋在那個 他現在把那個炮 他因為太貴了 他發現說我生產不起那麼貴的炮彈 你知道他現在在幹什麼 他把那個炮拆掉了 他在改成裝垂發系統 所以你知道美軍現在 真的很搞笑 他們今天講的是兩回事 一個是用電力推動炮彈打出去 這個是雷射 雷射兩個問題 一個是要很大的電力 我已經講過 發電廠旁邊可以安這個 不停的有發電 第二個就是船上有很大的船 才有這麼大的供電量 但是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很難突破 雷射要燒焦一個東西 它要聚焦 這個聚焦短距離很容易聚 我們拿那個放大鏡很容易 所以就點燃衛生紙 因為它距離很近 雷射炮打這麼遠 它如何聚焦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它會散 你有霧也散 有雲它也會散 或者敵人放煙幕彈也會散 所以這些問題 它還有很多克服的空間 第一個我就對它還沒有公佈 它如何聚焦 你這個冷卻我相信 你可以讓它瞬間降溫 而且它用完 它可以用很多的電池儲存第二發 可能發電機車來打第三發 它可以這種交替的用 但是聚焦的問題 我們沒有聽說它公佈 它用什麼理論 對 另外那個電池炮 現在老公已經有了 就用線圈產生的推力 把這個炮彈送出去 炮管還不容易壞 因為它沒有火藥的作燒 一般的炮彈是靠炸藥 把這個彈丸推出去 炮管會受傷的 唐線也會受傷 現在有在實戰上面 都會有困難 像剛剛講的 電的供應 電的供應 這個電池炮 就是說炮管可以省下來 但是也是需要大量的電 對 對 所以剛剛孫陽軍講到重點 中國是否有黑科技呢 如何這麼遠的聚焦 而且你要打的是飛彈 好 再來我們剛剛看到了 紅旗26 這個孫陽軍商說 效能比這個標3還厲害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標6 為什麼這個大黃蜂要裝標6呢 請教立將軍 最近大家是在講 美國是不是空戰也想升級 因為沒辦法 中國大陸現在有 霹靂15 霹靂17 所以他們也需要這種長程的空空飛彈 我們來看喔 有人募集喔 來看這張照片喔 非常清楚 這是超級大黃蜂 然後它配備了標6的遠程飛彈 這個原本是海軍在用的 它是艦用型的防空 但現在裝在戰機上 等於是要從戰機上發射 它要增加它的射程 用來做什麼 它最大射程是240公里 飛行速度是3.5到5馬赫 那這個建設板跟陸基板的射程 大概是240到370公里 我特別講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部署在菲律賓的低風系統 對 裡面的這種防空就是標6飛彈 是 它跟戰斧飛彈整個形成一個搭配給系統 那這顆飛彈其實它主要是防空的 打飛機 因為它如果說是用它來打陸地來講的話 也不是說不可以 我們看到S300在俄武戰爭也拿來打陸地 但它彈頭的重量只有60公斤 大概60公斤是什麼概念呢 大概就是一顆155榴彈炮彈的重量 那你花那麼多的錢就打了一顆 只有60公斤的炮彈其實不划算 所以我覺得它主要任務來講的話 還是設計在防空作戰 那它裝在 為什麼要裝在F-18上面 F-18是艦載機 是艦載機 飛機上面這個起飛的飛機 主要是航母戰鬥群的一個防空系統 那它裝這種飛彈 目的是在幹什麼呢 就是說現在來講的話 它發現到解放軍的戰鬥機群來講的話 他們對艦的攻擊距離已經增加了 譬如說如果說我們講轟6K 如果在應急21來講的話 它射程已經可以到這個 一兩千公里以上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它必須要在一兩千公里 就把你這架戰機給你攔截掉 可是問題是說出在哪裡呢 就是說這個轟6K出來的時候 它不是只有自己一架飛機出來 它旁邊你有庫衛的戰鬥機 那這些護衛戰鬥機 會不會對F-18形成威脅 絕對打得到你 因為它的PD-15射程來講 就將近200公里 所以它必須要有一架飛機 帶著這種導彈 空對空的飛彈 可以打到240公里以上 也就是說我發射完導彈以後 我要確保我F-16 我可以安全返航 我在你的射程之外 我就發射了這架飛彈 然後我回來 這是它將標6研究 掛在F-16上面的目的 我覺得最主要目的 還是針對解放軍來講的話 他們空對艦的攻擊距離 跟能力都已經加上很多 所以它也必須要延長 它的防衛的距離 然後不然的話 它的航母就會遭遭威脅 但現在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F-18這種戰機來講 它是艦載機 艦載機我們都知道 它起飛來講的話 它一定要有一個速度要夠 對不對 力量要夠大 電磁彈射嘛 那你掛那麼大一顆飛彈 又多了一個重量了 你飛機本身 你還有飛機重量 你還有油料 你可能還有 還有自衛的這些飛彈 或什麼東西 那你再加上 這麼一顆飛彈來講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減少你油料 還是說你的能力夠不夠 所以這架實驗的飛機 我特別就是說 在想說 它是不是從航母上面起飛的 還是從陸地上起飛的 如果從航母上面來起飛 當然我們會覺得說 美軍在這方面來講 確實有它科技上的一個進步 不管是電子彈射能力 或飛機動力來講 都很大進步 那如果說只是陸地上起飛來講的話 那意義就不大了 因為你目的還是在 保護你的航空母艦 所以這個F-18 這次掛這顆飛彈 我在講 因為它重量真的是很重 所以一般飛機來講 它掛的重量來講的話 大概10噸到20噸左右 那加上這顆飛彈 加上油料來講的話 那你還有多少的飛行航 飛行的距離來講 是很大一個問題 因為前一陣子才聽到 F-18之前不是說要退役了嗎 美國現在是不是在搞這個 我來幫你裝個別的飛彈 讓你有別的用途 我之前有看到一個 我請教帥將軍 他是說 用F-16來導引 標6 然後F-18從安全的距離去發射 這個叫做權宜措施 不得不的時候要這樣用 我根本就說 他不相信它會變成獵裝的東西 正式獵入 就是說在這段時間 F-18要退伍 大黃蜂 第二個 如果是艦載機 這個帶不帶得動 你看這個照片只帶了一發 對不對 如果按照配重的話 你最大應該只帶兩發 對不對 兩發你能幹敵人兩架飛機嗎 可能也要兩發才打一架也不一定 對不對 滑不滑得來 能不能對這個戰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對 還是說 我有一個心理安慰的作用 我可以達到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 這個我認為是過渡時期的一個權宜措施 而且這個權宜措施還沒有正式 是在試驗中間 就是說 我拼拼拼拼就想晚上吃宵夜 因為沒時間買菜 把中午的剩菜拿出來熱一熱 就是這個味道 對不對 勉強 就是說我F-18可以帶這個 讓它還有一個新功能 有一個反擊的力量 但絕對不會編成正式列裝 對 因為試驗成功沒成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能不能達到作戰的效果 作戰效果是要把人家的 有生戰力摧毀掉 不是把人家幹掉 一架兩架你就滿足了 對 人家來打你的不是一架飛機 起碼一群 對不對 而且人家也有飛彈 這個太重了 而且如果拿標6來打飛機 所以你覺得他這個 這個假搶目標是誰 不大殘小用嗎 對啊 假搶目標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轟6 因為最近轟6來講 轟6N 這個解放軍展現出來是轟6N 掛的英級21 那這英級21就是打航空母艦的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就希望說是 我有一款這個武器系統 可以打到 英級打太遠了 對 那他不得已 就是你講的權益措施 不得已 研究看看可不可以把這個標6 因為他現在能夠射最遠的飛彈 就是標6 其實他的空對空的飛彈 AIM腰兩洞 大概就是120公里左右 沒有 現在只有250 對 他有250 有250 對 大家好 我是主播賴政凱 你知道膠原蛋白會隨著 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 所以我叫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 倒是沒有錯過喔 一天兩包4DGio 專利膠原蛋白增強行動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 西藥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 有保障 成分單純 零添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銀髮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計畫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